继8月21日直播情绪失控后 8月25日七夕当晚 郑爽在开直播 化身某品牌新拍官 喊话带货不是重点 在这场直播中 郑爽状态明显好了许多 他不仅替网友读了告白信 还引导对方鼓起勇气去表白 认为没有人可以替代自己的表白 郑爽更是认真向粉丝告白 提起粉丝们给自己写的信实 郑爽表示十分感动 能从大家的信件里 看到每个人的小心思 想把所有粉丝的信件都认真珍藏 在直播时 郑爽还主动与身边的女主播及观众互动 在介绍完第一样拍品后 又亲自主动Q流程拿第二件拍品 还拿出自己的私藏好物拍卖 在经历上一次直播风波后 这一次有备而来 郑爽要稳重了许多 也不得不佩服他的内心之强大 毕竟能够抗住外界这么大压力的艺人还是比较少的 这一次的郑爽不仅状态出色 而且他在调整好心情之后 也显得平易近人了许多 不再是一副高冷不敢惹的郑爽 与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是互动频繁 有说有效场面十分和谐 有网友看了直播表示 一样是三个人一起直播 这次直播给我的感觉就是能够让人静下来 听一些故事 学一下东西 不像上次一样说话 都是抢着说的感觉 主持人姐姐超级nice 真的起到控场 又给小爽一些空间 让她分享她自己 讲故事的小哥哥 声音超级好听呀 郑爽加油 来 站到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